这个苏特人呢 我们前面的讲到四周之路的时候 提到苏特人绿洲地区的居民 天然善于贸易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绿洲面积比较小 那么因此呢 它不可能在同一个绿洲之内 在自己的家乡这么小的范围内 取得一切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产品是有限的 那么必须要交换 也就是绿洲的人习惯上交换 用自己生产的产品 和别的绿洲的人进行交换 以至于发展到长途贸易 长途翻译 这个和我们一个大冰原地区 这个人口可以住 居住很大的人口 相当多的产品 可以在本地得到解决 这是一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式 那么这样呢 造成这个苏特人士 非常有名的商人 善于经商 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 他们商队 深入到草原 到这个突厥人的地区 他们到长安 到我们这个中国内地 商队 甚至还到印度洋 还有通过海路 到中国来 那么另外苏特人的商队 还通到东罗马 还通到阿拉伯地区 那也会得进行交换 因此 每家一个男孩子诞生的时候 家长总希望 这个男孩子 能够出去闯一番天下 这是苏特人的本性 所以我们中国的史书中间 有非常形象的描绘 苏特啊 一个男孩子生出来以后 那么手上要给他抓一个小童子 我们知道一个孩子 刚生下来的时候 有种本能 任何一个东西 放在那时候 就紧紧地捏住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让这个孩子将来 能够聚餐 能够养成一个到处寻找猜源的习惯 这是第一个 当地的风俗 第二个风俗呢 说这个孩子一生上来 就给他嘴上涂上蜂蜜 为什么呢 让他善于讲甜言蜜 我们今天 我们中国老百姓 也有着和气生产 以前天笑脸盈盈的 笑脸盈客 顾客心情就愉快 哪怕为此多花了一点钱 人家心情也是愉快的 苏特人就是这样 但是苏特人呢 还有一个很 其他民族 很少见的特性 就是有些苏特人 长途在外 贸易 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他的财富是在流动中间的 买了一批货物 卖掉了 再买一批货物 来回来贩命 他有巨额的财富 但他很少消费 就是有家场万贯的人 你回到苏特老家去 看他家里 住的很简陋的房子 很可能就像我们 今天的在吐鲁番 高昌故城看到的 干达雷的 因为当地雨水很少 并不需要用砖头造房子 用泥胚 土胚就能够把砖 垂起来 垂起来站了一千年 他也不会打 上面放几个木头横梁 可能也不见得很支 弄点 这个泥沫沫 因为没有雨水 他不存在一个漏的问题 能够挡挡风 保暖就行了 所以呢 有些汉人到了 苏特人家乡以后 感觉到苏特人是 和我们汉族 非常不相同的一个民族 那么这样的民族呢 在 魏晋到南北朝时代 一直到 非常两代 在中国 非常非常多 中国人呢 把过去 我们汉人把过去 称呼匈奴的称为 湖 就用来称呼他们 比方说 这个 苏特人最喜欢吃的胡饼 胡饼 胡饼就是我们今天 身上烧饼 或者像囊一样的 这样的东西 因为中国人是吃 米 吃素 小米 这个 薯 豆薯菌的 豆子 中国人是传统饰品 那么 把饼弄上芝麻 放到炉子里烤 我们今天这种烧饼 北京的火烧 这种做法 是从胡人那里传来的 这个胡人呢 这苏特人为了经商 为了能够便利 就是贸易的运输 苏特人在四丑之路的沿线 有很多人 就定居下来 建立着他们的据点 比如说在我们的 贺西走廊 在沙州 在我们新疆的一些城市 都有他们的定居点 那么 在今天 我们从新疆出去 到达基尔基斯斯坦 那当地的 这个 气候非常好 这个地很平洋 很肥沃 也可以从天山上 营水下来 灌溉 所以 在中亚的 这个内陆河 流域的地区 我们唐代把它叫做 碎叶川 碎叶 里边的单身地 碎的 切碎的碎 树叶人叶 实际上就是 苏特和突君语 苏亚 水 的意思 在碎叶川 那个地区 自古就是 城市秘籍的地区 那么在这个地区中间 都可以看到 很多的 苏特人 在这个地方 苏特人使用的语言 是一种 东伊朗语 所以和波斯人 有一些接近的 那他的字母呢 是从西亚 引进过来的 从西亚引进过来 他们用来拼自己的文字 这种字母叫 阿拉美字母 我们也把它叫做 苏特字母 到了阿拉伯人征服以后 苏特人当然就 被阿拉伯人 统治了 但是苏特人的文化 他的文字 苏特字母是用 阿拉美字母批写的 这个字母 被 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接受 公元840年 我下面会提到 蒙古草原上的 回护人 就是我们今天 维吾尔族的 祖先的非常重要的一致 他们从蒙古高原 迁到了今天 新疆的北部 迁到了吐鲁藩地区 在这个地区定居下来 他们接受了 这个字母 所以呢 在中国的 中古时期 维吾尔族有相当长的时期 是用这种字母来拼写的 一直使用到清代初期 一直到清代初期 他们还是用这种字 那么这种字母呢 我们在中国把它叫做 威吾尔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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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吾尔族 一直用到清代初期 成吉思汉 平地蒙古高原以后 发现 奶蛮人 使用这种字 是威吾尔人教导的 因此成吉思汉 他命令 奶蛮的 一个 威吾尔的知识分子 他的民族叫 塔塔统阿 来依据 威吾尔文 创造 蒙古文 所以蒙古文的字母 是从苏特文的字母 间接地 继承过来 到了明代以后 满族人 又在蒙古文的基础上 创造了满文 所以呢 我们今天讲 这个苏特这个民族 虽然已经不存在 但是文化上的影响 今天仍然还暴躁 今天每当发现了 一个古代的文书 我们就 满文也是这个字母 文国文也是个字 维吾尔文也是个字 苏特文也是个字 当然他们有先后的关系 如果在内蒙 在什么地方 发掘出这样的文书来 我们都要看一看 字母就像英语和汉语评一样 字母是一样的 读都能读出来 但是它表现的语言的 本身是什么语言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这是我们讲到 苏特人的 这个地方 这个苏特人 信奉的是什么宗教呢 苏特人信奉好几种宗教 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拜火教 或者叫仙教 一个柿子旁 加一个天上的天 仙教 那么这种宗教呢 是古代伊朗的 古代波斯的 一种宗教 重奉光明 这样一种宗教 在撒山王朝时期 是伊朗的国教 还有一部分苏特人 信奉摩尼教 摩尼本人是 沙特王朝的 一个人 他自己的老家 是叙利亚这个地方的人 他从佛教 从仙教中间 吸收了一些合理的成分 也包括基督教中间 吸收了合理的成分 他创造了一个摩尼教 那么摩尼教呢 也是一部分苏特人 所信奉的宗教 当然 还有一部分苏特人 信奉的是佛教 还有一部分苏特人 信奉的是基督教 苏特人中间 有一部分是分散的 在不同的绿洲中间 每一个绿洲的统治文化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同的苏特人 信奉 不同的宗教 二十世纪初 这个1903年 开始 普鲁式的 这个国王 派出了考察队 到我们中国新疆 加入了 帝国主义列项 在我们新疆 略读文化爆章的 这样一场竞争 那么 这个普鲁式的考察队 一直到1920年 1903年 1920年 在我们新疆 活动了四次 在图鲁藩 燕齐 这些地方 他们带走了大量的文献 中间就有很多 是苏特文 那么苏特这个民族 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但它还有一个近亲 今天生活在 这个帕米尔高原上 在塔吉克斯坦 现在呢 世界上只有很少的 国家有学者 研究这个苏特文 但是我们在新疆 在不同的遗址中间 今天经常的 还能出土 苏特文拼写的东西 他们是四次制度上 非常活跃的人物 这是我想讲的 介绍的第一个民族 在 随唐文化交流的 东西文化交流的 这个过程中间 最重要的 一项交流的成果 是中国的 私制品的 私制业 被向西传播 私制业 是中国一个 土生土长的行业 原来罗马人 希腊人 知道中国有私制品 非常精美 这个 罗马的一位 历史学家 还曾经这样描述 在 罗马帝国的 某一个时期 罗马帝国的人 和安息王朝 伊朗的安息王朝 打仗 突然间 在安息王朝的 军队中间 展现出了很多面 非常 在阳光上 非常耀眼的军企 使罗马人感到 很惊奇 很害怕 虽然罗马的军队 就涣散 大败而逃 安息人取得了胜利 后代的 一些历史学家 相信 安息这个国家 基本上出现出 毛制品 麻制品 黏制品 那都不是 在阳光下会 会闪耀的 一种防制品 所以他们都倾向于 考虑 这种非常 耀眼的是 罗马军队 吃惊的这种军机 是中国来的丝绸 特别是 这个安息人 垄断了 从中国到 罗马的 四处的贸易 那么当班超东汉 派出他的副室 甘英 到 安息的时候 甘英提出来 我要到 大井 我要到罗马去 遭到了 这个安息人的 百般的阻挠 那么因此呢 各个民族 都知道 丝绸是 处在中国的 有一个时期 这个罗马人 甚至非常不理解 他们把 丝绸形容为 中国的羊毛 中国的一种羊毛 那么还有人呢 说 丝绸这个东西啊 是一种长在树上 一种羊毛 这个很可能 和 这个 桑残叶 有一定的关系 树上的叶子 小虫 但是模模糊糊的 传的 他们始终不知道 是什么的 一直到 罗马帝国的后期 罗马人才知道 这是一种小虫子 中国人 把这个小虫子 培育起来 把它们吃得饱饱的 那么最后老了 他们会 吐出一种东西来 这个东西就可以放成丝 他们觉得是一种 非常奇妙的东西 而且丝绸呢 在罗马帝国 是非常非常的 昂贵的 一种消费品 很多重要的 罗马贵族 他们从中国 从东方把丝绸 这个 通过各种各样的 渠道获得之后 他们没有能力 做一件 完全是丝绸的 衣服 那太昂贵 怎么办呢 他们把中国的丝绸 买过去了以后 把它拆解开 金鲜尾线拆开 重新纺织 然后一般用在 衣服的箱边上 箱衣服的边 那样他们已经觉得 非常的 精美 这样呢 四处在西方 长期 处于一种 非常昂贵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种渴望而不可及 一种奢侈品 这样呢 就激发了 市场的需求 价格非常昂贵 贩卖四周 很容易赚几 那么 所有的人都会想到 这个 罗马人 总有一天会 想办法 用本土 来进行生产 四周是怎么传到 从中国传到罗马 传到西方去的 而由于四周 是仅仅 出产于中国 是通过万里迢迢的途径 运到西方去的 那么 所以呢 在罗马帝国 这个四周 长期 处于一种 非常昂贵的 这样的一种 局面 只有 很上层的人士 才能消费 所以造成了 非常大的社会需求 那这种情况 是不会永远 继续下去的 所以呢 呃 总有人 要想办法 把四周的 这个 四周业 要介绍过去 那么至于四周是 怎么传到 这个西方去的 历史文献并没有 非常完整的记载 但是我们有一些 片段的文献 啊 能够帮助我们 拼出一副 大致 啊 离 这个 历史不太 远的一个 一个面貌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唐代的 求法的僧人 那么有一位僧人 叫慧超 当他出世到中亚的时候 当他碰到了 燕达的王 他看到燕达的王 取得了很多 这个中国 呃 来的 这个捐 丝绸的 这个抽出来的丝 这个捐 堆在仓库里 几十年 这个 慧超描述到 他是中不解 怎么用它 也就是当地的人啊 不知道 怎么样把这个生丝 把它变成纺织品 由此可见 一直到那个时候 中亚当地的人 还没有住 谢谢大家